來到四川的成都 最重要的就是看大熊貓 只躺在這裡睡覺 都這麼多粉絲 還是下次我找一集 睡覺給大家看呢 來到麻辣火鍋之都 哪有得不吃麻辣火鍋 這間火鍋店 容納到一千人 打過邊路 真的這麼粉絲 原來蘭桂芳不止香港有 在成都都有 高速鐵路香港段 六週年呈現 一個人鐵道行業 今晚8時半 開TV77台